王毅当面警告,菲律宾接受新协议,证明美国的南海战略正在大溃败 中国外长王毅刚刚会见了菲律宾外长 就仁爱骄、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补给问题 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做出了评价 他直接警告菲律宾,不要朝令夕改,出尔反尔 否则中方必将给予坚决回应 在南海的汹涌波涛中,形势的变化往往比人们的预期更大 近期,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的新协议 不仅是对地区和平的一次积极贡献 更是对美国在南海战略布局的一次沉重打击 菲律宾宣称,双方同意该协议,不会损害彼此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随后表示,双方达成的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就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刚刚强硬支持菲律宾对仁爱交破坛进行补给之后 这一协议的达成被外界视作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转变 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诸步削弱 在最近频频上演的仁爱交对抗事件中,美国的表现可谓是举世观众 几乎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对待乌克兰的情形如出一辙 加马斯政府原本企图借助美非共同防御条约威慑中国 并与菲律宾军人的死伤来给中国划定底线 然而随着仁爱交冲突的爆发,中国海警开始使用冷兵器捍卫底线 而媒体又披露,菲律宾目前坐摊在仁爱交上的破传 已经数月没有得到正规的补给了 可以说局势正朝着让菲律宾政府走投无路的方向发展 除非他们一心求死 中国外交部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仁爱交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对包括仁爱交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中方公开针对此次协议表明了三点原则立场 尤其是强调了非方的补给需要经过中方认可 并且不得夹带建筑材料 这既体现了中国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 也展现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诚意 这次菲律宾的政策转变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重大冲击 以下几点和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 首先,美国的口头支持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菲律宾感受到了盟友的背叛 菲律宾在任何阶段都未提及美国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实质性支持 这表明,美方只是想煽风点火 看着菲律宾被中国整治 然后借此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 菲律宾政府几个月来一直配合美国表演 最后却被出卖的一无所有 第二,美国内南海的实力并不占优势 中国对美国的所谓警告 毫不理会 中国近期不断派出航母编队逼近菲律宾 还派出了包括05万吨大区两栖登铸舰 两栖攻击舰和万吨海警船开赴南海 甚至还有一验船进入南海 为最终的摊牌做好了准备 然而美国方面并未向南海增加兵力部署 甚至还将原本在南海活动的航母调往了红海 出现了又一个兵力空窗机 第三,菲律宾意识到舆论战无法改变中国的行动 中方在必要时不排除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中国要维护自身和平的国际形象 但绝对不会因此而限制保护主权的行为 第四,我国的坚决行动切断了菲律宾的补给线 迫使菲律宾在两难之中做出抉择 是让那头破船继续腐烂还是彻底失去补给呢 第五,广控分歧 表明菲律宾接受了中国的劝解 也证明美国的煽动正在失效 这为中国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签订 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六,菲律宾也可能是在为特朗普的回归做准备 退一步先行观察 这或许会属于菲律宾的缓兵之计 总之,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新立场 既是对自身利益的重新衡量 也是对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这一转变,无意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新的曙光 同时也为中国在南海的主导地位增添了新的分量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 如何运用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震慑那些跳梁小丑 如何通过外交手段以周边国家建立互信 如何化解美国所玩弄的离岸制衡 给中国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总结经验和教训 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 必要是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 动用斧头和水炮 反而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